天后Coco李文5号因抑鬱轻生离世的消息震惊全球 令粉丝心痛不已 在Coco离世的第十日 一群台湾粉丝自发在淡水为偶像举办追思会 粉丝拿出私藏的Coco历年专辑 海报等用心布置场地 并大合唱这首Coco献给粉丝的歌曲悼念偶像 不少粉丝大感不舍落泪 追思会上除了粉丝选唱的歌曲 是有特别含义之外 今次选择在淡水的海滩举办活动 都是别具意义 因为Coco喜欢淡水 对 好久以前了 他是蛮久以前的采访 对 就为什么会有想到说要办这个追思会呢 因为其实在Coco那时候出事之后 我有在网络上就是集结大家集体默哀 那很多粉丝他们就是有私讯我 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这边 台湾粉丝看我们能够帮Coco做点什么 对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个追思会 那或许就是你们有粉丝会 在之后会7月31号的时候再飞往香港吗 会 我们目前已经在筹备了 对 我们会飞往香港 有目前触顾一个大概人数 或是以怎样的方式过去 目前大概是二十几人左右 可是我们现在有碰到机票的问题 因为机票已经开始订不到 Coco的性格一向非常开朗正能量 不少粉丝都深受Coco的感染走出低潮 回忆在演唱会时 和偶像的最后一次见面 都令粉丝毕生难忘 我记得在U&I演唱会的时候 就是在前一天我们有一个粉丝 那无条件浪票 那我们那时候想说是发生什么样的事 就原来它是因为癌症的关系组员 对那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Coco就知道这件事了 对那所以我们在演唱会的第一首歌 Coco就打电话给他 那其实那位粉丝也有吓到 对然后我们大家真的蛮感动的 对而且他是在演唱会上面就是 跟他视讯然后替他家伙打气 送他离开然后希望他一路好走 没有病痛不要再受忧郁症的折磨 然后可以 可以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爱他的人 我们一直都在永远都会记得他 他真的是我这辈子唯一追星过的艺人 对 就是从学生时代追星过 唯一一个